OK 等一 二 三 試想 試想 OK 首先不好意思 這樣遲了一點 大家好 我是醫管局的員工陣線代理主席陳國成 我們今天想來回覆職登局 在教組之前 再給我們一封信 我們希望今天可以有一個回應 我們工會在9月3日收到職工會的得極局來信 他表示需要去查詢本會涉嫌和職工會條例不符的活動 職工會登記局也在信中引用了職工會條例第34條規制 即職工會的經費不得直接或間接用於任何政治目的條文 向本會進行查詢 而在職工會登記局中 信中也提及了8項活動 當中包括第一項在去年2月發起的醫護罷工 第二項是本會的前主席余慧明參與初選 第三是去年11月舉辦 芝加哥七人案的經濟審判電影放映會和法治座談會 第四項是在今年2月我們工會就著安心出行的應用程式 發表的評論和開設街站 他亦都在信中中指出了我們舉辦這個安心出行的應用程式的街站 其實他都說我們用這個安心出行的應用程式是容易監控市民行蹤的 第五項也是在3月份的時候 就是我們工會就著疫苗接種計劃發表的評論和開設街站 亦都指出我們工會貶低了疫苗的有效性 第六項是指在今年5月和6月期間 就著六四事件和在2019年反送中運動發表的評論和開設街站 第七項是指在開設街站呼籲寫信給當時還押的前主席余慧明女士和其他在囚人士 以及第八項是在今年5月舉辦了有關六四事件的電影放映會 信中是就著這八項的活動 即登局亦有其他問題去查詢我們 他要求本會在今天提加一個宣言的回應 以及相關資料 就著職工會登記局的查詢 我們今天將會在一陣子的時候 我們就會將這封信交給職工會登記局 我們以下就會有一個簡短 就著這封信裡的一些要點想跟大家去講一講 第一項是本會的回應 第一項是本會所有活動均依據會章的規範和合法方式去進行 第二點是本會在法律上的地位和過去所舉辦的活動 包括罷工等工業行動 爭取合理權益 理應是受到國際的條約和基本法所保障 第三點 本會的一切評論 倡議和行動 均見機系數據科學和專業的判斷 第四 本會作為一個屬於醫管局員工的工會 市民的性命健康 正正是本會會員最關切的議題 關乎或者認識關乎人的生命 甚至屬於人道災難的事件 自然是正常的工會活動 第五點 對於職登局將本會過去所曾舉辦的活動 定性為涉嫌與職工會條例不符 或者將經費用於政治目的 本會在此表示強烈的反對 第六 就是本會 今次所遞交的宣免回應內容 是絕對不涉及任何會員資料 本會成立至今 我們一直是建基系專業的知識 在疫情之下倒出真相 保障會員的工作環境的安全 我們選擇堅守專業 是因為我們的專業知識 令到我們更加有倒出真相的責任 而倒出真相 是因為我們在一個充滿謊言時代的見證者 而倒出真相的權利 並不是工會獨有 而是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 亦都是我們每一個人 在這個時代入面應該隔守的原則 我們都會繼續努力做好維繫會員的工作 我們很想藉著這個機會去多謝 這麼多位會員 一直跟工會一起去同行 希望大家未來可以繼續好好去做好 連結身邊的人的工作 繼續一起好好走下去 大家保重 除了今天本會遞交的書面回應 本會對於工會登記局的問題 以及其他的查詢 我們不要再有其他補充 多謝 我想請教一下 會不會擔心局方那邊去信給你們 這個都是第一步 可能未來都會取消工會註冊過資格 我們今天主要是來交個書面回應 不要再補充 你怎麼會考慮解散 這麼多團體解散 我們是想繼續做好維繫會員的工作 我們都希望 也很感謝各位會員過去一路同行 在未來日子裏面 我們都希望大家好好聯繫身邊的人 好好保重繼續走下去 好嗎 今天我想我們的會員是這麼多 OK 我想是否要拍照我們的會員是這麼多 所以有 好 好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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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謝謝 中文字幕——YK